大家好 我是混水 欢迎comment like share 最重要就是按一按订阅的小铃铛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金融的黑幕内幕真相和分析的话 也都欢迎订阅我的patreon 最近我的patreon就教别人如何利用个人理财财机 可以免息分期套大概超过30万左右的数出来 都帮助了很多人在现在一个经济困难的阶段度过难关的 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订阅我的patreon了解多些 我也都开通了payme的点场和打赏服务 所以也都希望可以得到大家的支持 今天就跟大家跟进一下最近地产行业上面的一些坏消息 话说上半年的统计已经有很多的公司是做了出来的了 平均就大概是有3800单的二手涉案个案 简单来说就是每三单成交就会有一单输钱 财富就完全是大蒸发的了 那我们也可以找几个真的涉案得很厉害的本去跟大家去讲一讲 比如就黄竹坑进环1A座高层G室 是520万,赤价是12,235元,涉案金额是351万,总共贬值了40% 另一单就是沙田第一城,第21座高层D室,面积是327平方尺,成交价380万,赤价是11,621元,涉案金额是176万,贬值了32% 另一单就是大埔白石角云汇6座装层A3室,面积是811平方尺,成交价是1148万,赤价是14155元,涉案金额是319万,贬值了22% 这个也算是贬值得少,因为刚才读过的案件都是至少三成华以上的 还有另一单就是大谭玫瑰圆蛋豪屋,6800万,涉案了6100万,贬值了47% 鸭利洲南湾3,450万,涉案了838万,贬值了19.5% 大致上现在我们在新闻上看到的那些盘,正如这一单新闻所说,就是每三单涉一单,还有其他的,不过我就免得逐单逐单说下去了 其实有什么意味呢?就是楼价是继续下跌 现在涉案的盘数是超过三成,是31.4% 还有也看回一些物业代理的研究报告,也挺有趣的 原来他们是有一个概念叫做获利登记 比例就去到68%,就这样看,你看到所谓获利登记达到68% 就好像说明,现在卖了一些楼出去,有人获利 好像是有68%那样高 但是你要看回之前的数据先 因为上年下半年那个获利报告是有76.5%是说了出来的 而今次只有68%是已经跌了8.7% 再看回之前,去到2016年的时候,是可以去到90多个% 换言之,就是2016年,任何人买楼,任何人沽楼 都是一个获利的状态 所以今次是完全反映了个楼市是非常疲弱的 现在二手涉案的中数是越来越多 当然二手市场之外,我们都关心一手市场 一手市场现在是用一种新的卖盘方式 就是慢慢加价加推,先在第一个报价单里面 做一个超级无敌低价,然后再慢慢加价加推 但是这种加价加推呢 你都要有一个觉悟呢 是会慢慢呢 就是有一个反效果是会出来的 就是当你高位接了货之后呢 半年后呢,你可能就会见增长 因为现在楼市是呈现了一个下行的趋势 你今刻买货,你今刻上车 其实你半年之后呢,那价一定是会更加便宜的 那如果你现在选择了在这一刻去上车的话呢 你就要有一个心理准备 就是预计了半年之后的楼价呢 其实是会有一个下跌的变化在那儿 你要想起半年一年后的事 甚至你要再想得更加长远一点 那所以现在呢,再看回一些新盘上面的销售数据呢 是接近大部分的盘呢 都是五成以上是内地客为主 而内地客呢 其实就是成为了现在楼市最后的一个扣满力 大部分的香港人呢 真是入市的比例都不算多 譬如你会见到有些是光果的商人 真是一个黑人走来买楼的 那当然他买楼是在他的角度来说就是分散投资 但是在我们的角度来说就是不值得投资 但是每个人都有他不同的风险去分散 那可能他本身的钱就放了在非洲国家 那他就觉得不应该那么多资产放在非洲国家 那他就放一些在东方 同一时间他也都不排除是有些是放在中东放在美国的 那可能他是全球性去分散他的资产去做一个配置 那这个我们都不知道的 另一个我觉得值得说的就是一些楼市啦啦队的看法 因为有很多楼市的大好友都是盘跟着不同媒体的 转栏 也都有时候会在他们的社交媒体那里分享一些对楼市相关的内容 无论是汤文亮啦汪敦景啦施荣青等等啦 蔡子忠呢 其实我都是有看完他们的专栏的 最近呢他们的口风呢 都是相对地呢 是放宽了一些 那我觉得有几个原因的 第一就是他们一直以来坚持那种楼价是会 压纳不到 折折高开的那一个信念呢 慢慢都被现实激到了 那你可以继续讲下去的 但是你会留心你的读者 还有慢慢越讲下去越撑下去 给人家的感觉就好像你说着大话那样 因为现实是不停是将他们 那种对楼市看好的说法是无情地击倒的 但是有一些作家是不同的部署那样啦 譬如好像汤文亮呢 相对地他就已经没有以前 那么坚持楼价一定是会很厉害啦 但是他的文章的落笔的那个角度 就有点像是有点心心不粉啦 轻微放负啦 那个放负不是说对楼价看淡的那种放负 是纯粹他觉得楼价不应该是这样的 为什么之前我的看法和现在有个落差呢 即那一种这样的负面感觉 又或者他是可能远那些 就是跟他持相反意见的人 那就有点这样的感觉 汪敦敬那些呢 就继续都是用往直前 他会说一下 哇你看现在都很多人买楼啦 新款都是很热吃喔 有很多人超额应扣喔等等 但是呢 他就少谈一些背后的理由 至于施永青呢 他就比较讲多些国际政治啊 经济上的东西 不过其实他一向对于很多的话题 都是有涉猎的 不单止只是说楼价的 不单止只是说回他本业的 其实他从来对其他话题的那个涉猎层面 都是很广的 所以就现在感觉上呢 就是因为楼价都没什么好说 他就可能专心去说多些其他国际大事 比如他会说一下特朗普啊 拜登之间的选举 始终这些话题的逼切性是大些的嘛 那你楼呢 其实是一个相对地 不是那么liquid的资产 它不像股票那样的 就是你股票你继续有东西说 但是比如好像新盘 投地那些新闻可能是 你刚好那个月有几个新盘 你就逐个新盘去说 但是比如你说完玩具大黄的盘 接着再说柏卫心 其实已经没有其他新盘可以继续说下去的嘛 就是你一个月推的盘是有限的嘛 你推出来的盘是少过财经的IPO的嘛 所以你逐个盘去说呢 你都说不到那么多 可能你之后有后续跟进 那就每一个盘可能讲到三四篇文章 你都没办法可以维持他们那种 就是接近日日写的高产量 比如汤文亮施泳青真的是日日写的 其他可能隔几日一个星期才写 那他就可以有话题去说 还有我觉得另一个对于刘士专栏作家 又或者对于刘士拉拉队的盈透通缉 就是他见到李根兴的那个状态 因为李根兴已经是去到接近成为了 网上我不敢说是网络欺凌 但是他是一个挺被仇恨的一个对象 就是因为他当初就和一些网民去叫阵 就说你现在买铺 找不到钱是你不够叻 类似有这样的说法 那他是挑了网民机 那那些网民就继续在网上 就真的起了他整个铺市基金 买了些什么货 拍了些什么片 那个铺到底是贬值了多少 又或者那个租金回报 他有没有说大了等等 他就逐样东西去真是抽屎摩檐 每一样东西去说 那说一说就连李根兴都顶不住了 那他现在就不再出去接受访问 去说那些很夸张的说法 我就这样看他的社交媒体 都是温和了的 因为撞了板 就是有一块铁板在那里 然后勒兴了网民 那结果他那种这样的状态 我相信其他有研究楼市 又会写尊栏的人 是有看在眼内的 如果你们那个写法 是这么挑衅性的话 又或者是令到那些读者不舒服 又或者和网民相信的东西 差太远的话 他们是真的会反击 即是李根兴就被人夹到现在没有带头 因为真的把他起了很多东西出来 那如果同样的对待 可能用来招呼其他的专栏做家 他们都会不好受 因为反正你都是想以文再度 即那个度就是说 在他们心目中相信的道理 也都是想可能有些读者看看 你自己写的东西 不用搞到这么大阵仗 连我整档生意都要 即是逐样东西来抽清 逐样东西来批评 那我觉得李恩兴那个例子 就给了一个很大的提醒 这番楼市喇喇对制 就是不要再那么盲目去看好楼价 又或者你看好楼价都可以 因为意见可以多元 但是就不要那么有挑衅性 又或者觉得 就是看不明楼价的人是傻仔 就是轻微地都要用一些温和的态度 去改一改现在幸运上面的风格 那这个就是我最近一些有躁的观察 首先希望大家可以多一些CRS comment like share 和按一按订阅的钟 这个是非常重要 除此之外 我们也有一个YouTube80元的会员计划 这个80元的会员计划 是会解答大家所有的问题 所以feel free去问 我们每一个星期都会解答 你问我们多少条问题呢? 留多少次言 我们都会解答你的 那是非常划算的 你问我们100条问题 我们都会解答你100条问题 除此之外 我们也有一个paymecode 就放在影片的左上角 同一时间也都放在comment和caption那里 如果大家觉得我们这条影片做得好的话 也都希望大家可以去打赏我们 也都多谢一下打赏了我们的朋友 我们也都有一个点唱的环节 就是你只要在payme那里输入一些理想我们说出去的message 那我们就会透过我们这个平台呢 就去说出去的了 那所以希望大家都善用这个的点唱环节的服务 那也都除此之外呢 我是有一个patreon的订阅产品 那里面是会爆很多黑幕内幕 和一些独特的独家分析 那甚至乎我现在做的奇人谈 是会找不同的嘉宾做访问 那里面也都会再有一些公开不方便去说的一些黑幕资讯 都会在patreon那里爆出来 也都有很多的电子书 电子杂志 和很多的精彩内容 每个礼拜都会有一个绝密的爆是非的youtube 那就希望大家可以订阅一下我的patreon 那最近呢我就最受欢迎的内容是讲一下 怎样可以帮现在香港人呢 是可以透过信用卡财技套到30万出来 那这一招的财技呢 套到30万之余呢 亦都是可以分期付款 其实是超过30万的 只要你懂得玩的话 那所以亦都帮很多现在有现金周转困难的香港人呢 就解决了他们一些的燃眉资金 那甚至乎有一些的税项的财技呢 是可以一月的税移到去五月才交的 那也都有这些的巧妙东西了 那所以大家都可以去订阅一下 那我自己也都有一个fortuneinside的订阅产品 那里面就会多些上市公司股票内幕的分析的 那至于90后投资经理阿妍呢 我的节目拍档呢 他的投资回报也是非常之厉害的 近年呢都很轻易呢 会找到一些两三日前买之后 就会爆炸性回报几十个percent至一倍的股份的 那大家如果对于投资 港股或者美股策略上面呢 是有疑问有兴趣的话呢 亦都可以找一找他 就把握现在这个机会的窗口 那至于联络他的方法呢 下方就有一张google form 也都有一条google link 在caption和留言那里 都会留下这个google form 那大家可以去找一找他 了解一下他的那道策略 那这个就你们自己私下联络了 那就无需要去经过我的 那我也都相信 今年呢是一个最重要的机会窗口 那大家一定要把握这一年的机会窗口 要找多些钱 去做好整个人生的资产投资的财务部署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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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